北加台青商2021就业博览会 不只有主讲人Jenny Chen 以人资主管的角度 分析目前持续成长中的 细股就业市场 活动还邀请到 多家科技公司的专业部门经理 从各个面向 分享线下的求职需求 且为了最大化专家 与求职者的时间与资源 就业博览会上 还有与业界专家近距离的 专业圆桌讨论与一对一面谈 我觉得这一次对 career expo参加者最大的收获 就是roundtable 以及one-on-one的section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求职者 他其实平常是 比较没有机会 去跟这些产业的专家 能够做到交流 给他最open-minded的feedback 那这一次呢 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 不仅是认识到 不同function的人之外 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专家 去认识到不同的公司的文化 以及他们以后 如果真的做这样的职位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真的接到 蛮多很好的feedback 那也希望说我们再往后 能够也举办这样类似的活动 虽然疫情逼着过去将近两年内 所有交流活动都转为线上 但这场少数的实体就业博览会 在侨委会与经文处的大力支持下 却能吸引到许多在地的台湾企业 也慕名前来现场争才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点是说 可以让在地的一些台湾企业 可以更有机会接触到 这一些的台湾学生 所以说他们可以 招揽一些人才 进入他们的公司 然后继续发展 因为毕竟台湾来的学生 我们基本上就具有双语能力 所以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他们既可以跟美国的客户沟通 也可以跟亚洲 或是台湾的一些厂商联络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 帮在地的一些厂商 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人才 且北加台青商自创会以来 透过举办各式各样的交流社交集会 发现求职面试过程中 面试者的紧张 更是许多过来人的共鸣 因此为了避免影响表现 活动还创新请来 专业瑜伽老师 帮助求职者训练基本仪态 重新站稳自我价值 散发自信 同时活动还细心安排求职工作坊 由Google Amazon Apple Tesla等十余家知名公司的部门主管 带领与会者进行分组圆桌讨论 与专家互动交流 那在这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给我们feedback是说 哦这个活动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去 埋合到这些工作的机会 那也能够跟这些业界的专家 有一些交流 这都是他们觉得在活动里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且会后还开放加入 在求职社交软体 LinkedIn的聊天室 让在博览会上建立的交流 能延伸出更多实质意义的发展 东方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Ladies Ladies 感谢观看